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靠的不是面子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功无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德佛 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19号的股市万德佛 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会想说 阿德 你错了 跌下来了 你看看今天跌的 那有没有拉上去 好像有 好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概念在股票市场千万不要这样 预设立场 如果老师看不到 看不到 这个旁不会涨 很多人看类似就是想看阿德的笑话 对不对 你做多的 今天我看你怎么说 来吧 拉上来 今天催地跌154点 很多人说阿嗨阿 棒阿 对吧 对吧 那你不敢买的人 心里在想什么 你不要说你敢买喔 你一定有说 赞 跌下来我就要等你跌 我就要等你跌 我就要等你跌 跌157点你心里想说 看他跌500点对吧 没错啦 我相信很多人都这样看 可是他为什么要拉上去 我老师也没选啦 都是他啦 都是他 对不对 他也不行啦 本来跌得好好的 往下拉上去 他咧 连这个也在拉 所以代表什么 股票市场真的不要预设立场 反正 台湾的主流 一定永远都是电子股 你不要变来变去 你变来变去绝对对你没有好处 除非你是做长期投资 你只想做什么 金融股 我没意见 做钢铁股 有人做了50年截套 有人做了30年截套 OK 没问题 你要做一个20年的一个长期投资 没有问题 对吧 没有问题啊 重点是什么 太长的时候你不要买 否则你要等20年截套啊 对不对 航运股一样啊 你要等30几年截套啊 30几年喔 你现在几岁 你不要说啊 我只有20岁 那20岁可以啦 你可以投资 不能说不行啦 反正只要有钱投资都可以投资嘛 所以股票市场其实真的啦 你不要是什么 拿以前比较现在 拿现在比较未来嘛 对吧 很多人都像在赌博市场一样嘛 对吧 你如果去那个什么 那个拉斯维加斯 你看 你只要看那个华人有没有 华人 可能是中国人 可能是台湾人 可能是亚洲人啦 你只要看了一些亚洲连口 他们在玩的时候都很喜欢说 记录什么 一定怎样一定怎样 未来会怎么样 对吧 就像那以前 以前那民间在流行 那个大家乐一样啊 大家算牌 算牌 其实这种东西 你还没开之前都是什么 50% 50% 我关你以前怎么开 新的都是50% 新的都是50% 所以你千万不要预设立场 很多人预设立场 结果把自己搞的什么 很紧张嘛 尤其那些做空的人 我做空的人一定不会看阿德的节目啦 不过那个做空的人的理论真的很奇怪啊 对吧 其实像阿德做多 我就很怕那个什么 降息 为什么要降息 降息经济不好就降息了啊 对吧 经济不好就降息了啊 经济过热就升息啊 收资金回来啊 对吧 那为什么要降息 回忽到以前什么 经济不是很好的时候啊 对啊 所以很多人喜欢降息 是因为现在在升息的当中 很多人受不了 降到正常就好了 对不对 如果你看经济数据真的要降息 无缘无故要降息 那你就要担心了嘛 经济要衰退了嘛 那如果经济衰退 股票市场会不会跌 会啊 所以很多人一直讲说明年三月 那我就担心了你 当然是这样 如果大家有那种预期 大家都不敢做了啊 那你是怎么不敢做 因为你有比较嘛 所以阿德昨天讲 前天讲 我一直跟各位讲 来 现在股票市场多少点 一万七千五百点 好 OK 那我现在请问各位 没有 他是高点还是低点 我今天也问了 我连线的时候 我问了主持人 那你来 你来 你来 帮投资人问一下 我帮投资人问一下 你来回答 一万七千五百七十六点 是高点还是低点 结果答案一样 你也想不到 同样 老师 就算不是高点 也是相对高点 对不对 对嘛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一万八嘛 一万八是台湾的历史高点 现在股票市一万七千多 这是一万八 这是一万七 一万八 一万七 你答 这是低点 对吧 好像有道理 大家乐一样嘛 如果 星期天开的号码 一定是九尾 对吧 那你遇到下一次的星期天下雨的话 如果在那天下雨 那你签九尾一定会中 对不对 对不对 很多人说 老师那我可怜 我才不相信 对嘛 所以因为你看到这个 你就认为这里是高点 对不对 没错嘛 好那 我给你看这张 这恒生指数 差我们多少 差我们不到一千点嘛 好了算一千点 那一万六千点到底是高还是低 很多人说低 为什么 因为它最高在多少 三万三千八百四十点 三万三千八百四十八点 那我请问各位 现在跌几点 那我请问各位 我老师啊不得了啊 这跌了一万多点啊 你要帮帮忙 这是低点啊 对嘛 所以我就回答很多人的问题了嘛 因为你看到三万 所以你觉得现在一万六千万 所以你觉得现在一万六千万 那你如果没有不晓得有出过三万的话 那请问一下现在是高点还是低点 跟我们一样啊 位置跟我们一样啊 对吧 我们差不多嘛 差不多嘛 好那现在我问你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老师你都要问我问题 对嘛 因为我们在股票市场 我请你预设立场 你一定会说 老师不要 来到股票市场怎么可以预设立场 好那我就问你 未来一定有三万点让你看 是假设嘛 假设没有错嘛 对吧 未来有三万点 那我请问你一万七 是高还是低 未来如果他会回到三万 现在是高还是低 低嘛 可是你现阶段你看到一万八 你这么认为一万七是高还是低 高嘛 所以他是相对性的问题嘛 重点在哪里 台湾是一个出口贸易大国 全世界排名是前几大的嘛 龙老师啊 有没有排名前二十名 有啊 我们小小个一个国家 排名前二十名 大不大 我们贸易规模 占八成都是什么 电子产品 那你要买什么 买跌啊 买跌啊 为什么 因为涨你不敢买嘛 所以你要买 要不要买跌 要嘛 所以你今天我就问各位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撇开指数不讲 阿得刚才讲的 你通通不要再想了 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如果一个主流现在跌下来 你买 你买 因为我老师你为什么叫我买 我说 他跌下来你买 电子股如果是主流 是最大的主流 那跌下来你买 他有一天到三万 龙老师这是假设性的问题 对 不用到三万嘛 到比今天的指数更高一点 你会不会赚钱 回 那我就回答你啦 你担心指数干什么 你要担心什么 你没有主流股嘛 如果你有主流股 那什么事情都解决啦 对吧 你有主流股 什么事情都解决啦 所以你看 阿德放的测标 你如果有安国你有系统 很多人不敢买嘛 对吧 那谁讲的阿德讲的 那阿德告诉你这档股票 譬如安国 今天海拉上去很多人说 老师啊 你一直讲说他如果占上一百块 占上一百块 他就会喷 对吧 他一直占不上怎么办 但你打电话进来嘛 因为很多人都听到阿德在讲安国 现在很多很多朋友都在讲说 老师啊 以前在讲安国的 只要留他就没说喔 对吧 他都在讲那种 一天整百块股票的那种 对不对 几百张的股票的 对不对 那安国一天几张 今天一万三千多张对不对 没错吧 好 终点来了 如果他占不上去 或者他占上去一百块 我请问你 你敢不敢买 不敢啊 为什么 因为我问过太多人了嘛 为什么不敢 因为你现在看到一万七 因为你以前看到一万八 你认为现在高了嘛 你认为安国高了 所以你一定不敢买嘛 好 一样的道理 你看系统你敢不敢买 不敢买 不敢买 甚至 在相对低档的音乐打 你敢不敢买 不敢买 为什么你不敢买 因为做空的人 或是去追高的人 他一定会说 老师你看 你看 对 这买不到 这买不到 像这一般 买不到就知道了 所以像这种的 你不敢买 有什么不敢买 因为你都把股票预设立场 为什么不买 如果大盘跌了 你下去买 它是电子股 它是主流 它是IP 那我请问各位 未来回点 你赚不上钱 对嘛 所以重点来了 现阶段很多人在跟你讲 这个叫什么 老师 这个鬼话 鬼话嘛 我跟你讲17块的系统是鬼话嘛 对不对 鬼扯淡嘛 现在多少钱 现在50几块 你跟我讲17块的 有用吗 安国 安国啊 现在几块 80几块 你跟我讲40块 甚至有分析师跟你讲说他30块买的 我不晓得啦 我是听我的 我的VIP讲的啦 对吧 那我问我的VIP 为什么你会去看他的节目 很简单以前参加过他 好 我就懂了 我懂了 好 所以重点来了 我跟你讲 安国 长了超过一倍 你会怎么认为 鬼扯啊 什么叫鬼扯 跟我讲历史谁不会啊 对吧 我跟你讲安国 8054 我跟你讲安国 我跟你讲现在 九十几块 对吧 这叫做现在嘛 现在是九十几块 我跟你讲 10月25号 如果你打电话进来 或是加赖的 谁没有安国 谁没有安国 我就现在问嘛 三次 谁没有安国 有 好 来 你有安国是不是四十块 现在九十几块 那请问你赚多少 所以老师 不要再讲过去了嘛 对嘛 你不喜欢听过去嘛 所以我在想说 那你要买什么 买新的什么 新的事例 这是旧事例吗 这是旧事例吗 旧事例吗 就像选举一样嘛 安国旧事例吗 系统旧事例吗 很多人说 老师那是旧的 所以我们要新的 对吧 像选举说 我们 要轮替嘛 对吧 我们要轮替嘛 有人说 要轮替 对吧 有人说 有道理 有人说 不要轮替 为什么不要轮替 我就是新的事例 我就是为台湾 对不对 也有道理 所以两边都有道理 对不对 对嘛 所以你就要看本质嘛 什么叫本质 这个叫本质 本质对不对 如果是对的 那你来找阿德 就算你买一百块的 如果本质对 你什么时候应该要加码 你来找阿德 如果本质错的 那你就赶快卖 跟着阿德买新的 对吧 如果IP是对的 那你一定要怎么样 买 如果IC设计是对的 那你已经要找机会再买 对不对 没错吧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你同意吧 同意吧 所以我们才来说 人家做公平 人家买新的嘛 新的嘛 什么叫新的 新的对你而言 比较容易下手 因为你就没有那个比较性啊 很多人都会比较说 现在一万七 所以我们历史新高一万八 太高了不要买 你也会比较这个嘛 那如果我现在找一个 他未接再一万的呢 那你就敢买嘛 所以新的嘛 那什么叫新的 就是我给你 叫新的事例 什么叫新的事例 他一定是未来的主流嘛 对不对 安果是不是未来的主流 很多人说是 对吧 为什么 人家要做IP 为什么做IP是未来的主流 来 我给你看一张图 我老师你为什么都不要用硬的 我用硬的不行啦 因为阿德自己有在做笔记 所以我来说 跟你说像这个 你看有吗 我老师我看有啦 我演技很厉害的啦 骁龙X X嘛 对不对 Elite 所以说这是什么 骁龙XElite 没有错吧 他的CPU是不是自己研发的 是啊 他为什么自己研发晶片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总裁讲了嘛 他们都在疫情期间 他们看到未来 他早在一年前 早在一年多前 早在快要两年前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讲说 未来就是什么 运算心算力 算力加智慧 就是现在人家讲的 智慧什么 PC嘛 AIPC嘛 没错 他很久很久之前就 就想 所以他去合并这一家公司嘛 Numia 对吧 阿这是Numia 什么来头 大家听到这个一定有兴趣 因为很简单 这家Numia 如果你知道的人说 我也要来做这个 我来做这个我就参加了 3.6倍 什么叫3.6倍 一家公司开一年多 一年多 人家跟你用多少 比如说 用3.6倍帮你买起来 成立一年多 我用3.6倍帮你买起来 那我请问你 人家的CEO 现在跟现在的回答的CEO看法一不一样 一样嘛 所以他自己发心 自己发展自己的核心嘛 CPU嘛 对吧 你如果看得懂的话 这个是什么 AIPC的平台嘛 那未来是不是这一块就是新势力 是啊 所以你看 我们骗各位吧 老牌的300多亿他长这样 他长这样 所以说 未来的新势力是不是标股 是吧 别人3.6倍 你要不要一元换三元 那我老师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一亿美金去换3.6亿美金啊 对吧 可是你股票可以啊 你股票可以啊 我们别的不讲啊 好不好 我们讲说 你看得到的嘛 这一字头的 叫系统 一字头的 如果他是趋势 那你告诉我现在便不便宜 便宜啊 便宜啊 那多少 十字头而已啊 阿德老师对齁 对嘛 对嘛 所以说我说 人家的3.6倍 你要不要把他学起来 要嘛 所以新势力是不是算力加AI 他开战了救势力 所以说 阿德老师这样说 你股票市场 不要去 把他预设立场 那指数到底高还是低 万一 万一 万一阿德说对了 你用阿德 万一你说错了 那我就要问你一下 以前啊 道琼一字头的时候 一万多点的时候 有人讲两万点 是被笑死了 古神讲的 结果咧 大家后来都 我不是说我股神哦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我像巴菲特那么厉害 我是说 股票市场永远怎样 不要预设立场 因为新势力 你只要把这些股票 带到 买到 做空的你不要来拿 做空的你不要来拿 当然你做空的被嘎了 你说要怎么办呢 你可以来啦 做空的你不要来拿 新势力 算力 加AI如果开战了 那救势力了 就要换了嘛 所以新势力标股 今天你电话把它拨通 像安国要不要赚 要啊 如果不要谈 系统要不要赚 如果像系统这样 你怎么不要赚 阿德老师在开玩笑 那两百万呢 怎么不赚 对嘛 所以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如果你现在还不懂 这个新势力 新趋势的话 那你电话拨通 我就 告诉你 拿到 等我助理讯息 进广告 好 你还在看吗 333 轻松复专案 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 你还在看吗 333 轻松复专案 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 轻松复专线 02-8511-3366 8511-3366 85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头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人生总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 你对不与理会 也可以提前防备 你可以一一孤行 也可以起身远离 See you 你可以钓鱼清新 也可以 也可以起身小心 记得下载行动水情APP 协助你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经济部水利署 苦口婆心你 我在股市打拼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公民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福 欢迎回到现场 我只问问各位一件事情 以前 联发科 我在电视上讲的时候 或许很多人都在怀疑 对不对 我说 我在吃饭的时候有人说 联发科如果是IP公司 那股价一千块是一定到的 而且是一定不止的 对吧 没错吧 那我请问各位 高通他为什么 要乘Lumia加工 为什么要买它 因为它是IP 这三个创办人以前是什么 在拼 那你知道了吧 为什么人家很容易 不到一年就3.6% 因为它是新的势力 新的算力 你要吗 拿到等我助理的讯息 OK 祝各位操作顺利 明天讲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估并自负投资风险